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难以考证 但无疑它已经在先秦时期悄然绽放 成为古代中国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 而后这门学问超越国界 走向世界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比如印度和一些西方国家 这一点尤为引人注目 因为在古代中国并没有与这些国家有过联系 首相学能够在不同国家发展出来 足以证明其内涵具有一定的奥秘性 手指似乎微小 却蕴含着身体的诗篇 中医认为手指的长度、形状 以及掌纹和指纹 都是身体五脏六腑的镜像 它们如同身体的密码 诉说着我们的健康与疾病 中医认为 手指的长度和形状 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体质特点 和潜在的健康问题 比如手指过长可能与心血管系统有关 手指过短可能与消化系统有关 掌纹和指纹则被视为人体的生命线 可以揭示出一个人的寿命和健康状况 此外 手上的穴位在中医理论中也占据重要地位 针灸是一种利用针刺穴位 来调节人体功能治疗疾病的方法 而手部正好是众多穴位集中的区域 之一通过对手部穴位的针灸刺激 可以调整气血运行、疏、通经络 以达到治疗各种疑难杂症的目的 虽然手看起来相对较小 但涉及的知识却非常广泛 手相学 和中医理论相结合 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观察和判断 人体状况的方法 然而 虚要明确的是 手相学并非科学验证的领域 其准确性和可靠性 仍存在争议 在现代社会 我们更应该注重科学的研究 和客观的证据 以便做出准确的判断和决策 在手相学中 人们通常将其与个人的命运和未来的运势联系起来 尽管我们无法确切了解其中的讲究 特别是在如今科学发达的时代 曾经的这些说法已经逐渐失传 要辨别其中的真假更是困难重重 然而 不可否认的是 手相学能够流传至今 必然具有一定的价值 手相学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 不仅仅是一种迷信或娱乐形式 它也与中医的理论有着紧密的联系 通过观察和分析 手相可以了解一个人的身体状况 和潜在的健康问题 同时 手相学也可以给人们带来一种心理安慰和启示 让他们对未来保持一定的期待和希望 尽管手相学在现代社会中 受到了一些质疑和怀疑 但它依然作为一种 文化遗产和传统智慧存在 无论是出于对传统文化的尊重 还是对奇妙的事物的好奇 手相学都值得我们去探索和研究 二 解密未来 手相与个人命运的奥秘 小指过三观 是一个民间俗语 它指的是 小拇指的长度超过了 无名指的第三个关节 极小拇指较长 这一现象在男女之间有不同的解读 根据传统观念 女性小拇指的长度与她的婚姻运势息息相关 过三观的小拇指被认为是具有妄夫之命的象征 预示着她的婚姻将给丈夫带来更多的财运 对于男性而言 小指过三观则被视为财运旺盛的标志 意味着她有可能成就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 并享受富贵的生 活这样的财运使他们在经济上能够稳定 无需为温饱发愁 在手相学中 除了将小指过三观 与婚姻财运或个人事业发展联系起来 还有一种有趣的说法 将手指与家庭关系相对应 根据这种说法 手指分别代表了父母 兄弟姐妹 自己 配偶和子女 而小拇指则象征着子女 如果一个人的小拇指教长 传统观念认为 这意味着个人将有众多的子孙后代 家族将繁荣昌盛 这种解读认为 拥有众多的后代 意味着在老年时会有人照顾自己 这也解释了谚语中的到老友吃穿 这种解释的背后 可能是人们对于家庭和子孙后代的重视 在古代社 会中家族的繁荣与后代的繁衍息息相关 一个家族的延续和繁荣意为着家族中的长辈能够得到尊敬和照顾 因此拥有众多的子孙后代 被认为是一种幸运和福报 现代中医理论将小拇指与五脏中的肾相对应 如果小拇指叫长表明个人的肾功能叫好 换言之肾上激素分泌 较多这些人通常拥有充配的精力和良好的精神状态 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较强的社交能力 能够更好的与他人交往并顺利完成工作 他们在照顾家庭和事业发展方面表现出色 因此他们有更好的机会迎接美好的未来 虽然这些说法尚未经过科学验证 但他们在民间流传已久 并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人们之所以重视小指过三观的观念 可能是因为古代智者和传统文化中的经验总结 五千年的印记 首相学的神秘旅程 然而在现代社会 我们应更加注重科学研究和客观证据 以便做出准确的判断和决策 只有通过科学方法 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人体与命运之间的关系 为我们的生活和未来做出明智的规划 根据上述理论和说法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这些俗语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但也不是绝对正确的 这些俗语所包含的思想 受到封建社会和科技发展水平的限制 同时也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 在其中不可避免地夹杂着封建落后的思想认知 这些俗语局限于当时的认知水平 其中夹杂了一些不切实际的传闻和虚假的经验认知 然而人们盲目地将其总结并传承给下一代 对于这些俗语 我们应该以正确的态度看待 如今我们生活在科学的时代 拥有更加开放的思想和丰富的知识储备 我们可以根据现有的科技发展水平 对一些简单的事物和道理进行判断 因此对于那些产生于封建时代的俗语 我们应该进行辩证的了解和吸收 我们可以保留其中具有实用价值的生活经验 或为人处事的生活道理 同时剔除其中落后腐朽的思想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可以继续传承老祖宗流 给我们的文化遗产 此外 我们还应该明白俗语中所蕴含的精神理念 不可否认 由于时代的发展限制 老一辈人在许多认知上存在着错误 然而 这些错误并非出自他们的本意 他们也渴望认识正确的价值观念和道理 只是在当时难以做到 从另一个角度看 他们将这些包含错误信息的俗语 传承下来 最主要的目的是让子孙后代少走弯路 能够更好地建立自己的生活 因此 从这个出发点来看这 种精神理念是非常伟大的 在评估流传下来的俗语时 我们应该保持客观 开放的心态 并用科学的眼光去审视其中的价值 我们应该将传统文化中 具有现实意义的部分传承下来 同时摒弃其中的迷信和落后观念 通过合理的选择和传承 我们可以继承并发展我们的文化遗产 使之与现代社会相适应 为我们的生活带来积极的影响 每个人的命运 却实会受到出生时的条件和环境的影响 这些因素包括先天性的特点 家庭背景以及周围的社会环境等等 然而 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命运看作是注定好的 因为我们还拥有自主选择和努力的能力 有句古老的谚语说得很有道理 人定胜天 这句话告诉我们 尽管我们可能受到一些固有条件的限制 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决心来 改变命运的走向 即使我们面临困难和挑战 我们也应该选择放手一搏 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追求梦想和目标 每个人都蕴藏着独特的潜能和才华 唯有通过持续不懈的奋斗和不断超越自我 我们方能实现一个充实而无悔的人生 我们要坚信 命运并非早已注定 而是能够通过个人的努力和选择来改变和塑造的 怀揣积极的心态和坚定的信念 我们应该勇往直前 努力铸就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需要发现真正的自我 明确个人的价值观和目标 并未知全身心的奋斗 通过持续的学习和成长 我们能够挖掘自身的潜能 充分展示个人才华 为自己和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 因此 无论生活中的风云如何变换 我们都应该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 坚信自己的才华与能力 唯有通过持续的努力和坚定的决心 我们方能跨越生活中的重重困境 达成个人的梦想 这种积极的态度 不仅能助力我们克服各种挑战 还能塑造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人生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